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新的产品 这个产品叫什么 是翻译宝 是搜狗出的一款 作为国内人出国游学 以及那一个商务考察 然后所使用的一款翻译的一个产品 好 那接下来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产品的一个外形 这个产品也是我一同时买的 我感觉很稀奇 然后就敞过来玩了一下 确实各方面还是蛮不错 这个产品它是有两大功能 第一它是有一个语音的一个翻译 这是我们大家可能会常见的 市面上也有很多up的这种 手机up的这种那一个翻译软件 那这个还有更强大的一个 就是它的一个拍照 拍照的这样一个翻译 其实有些up的一些 上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但大家可能会去分享 会去想 我有了手机 我有这种up 我为什么还要买这个 然后是比我们 那个所用的up的 这个翻译率 以及整确率是要高很多 另外我特别要说一下 这个产品的整个外观 是得到了德国红点的 红点奖的这样的一个证明 或者那个发了证书 这是一个比较设计 外观比较不错的一个产品 那好 接下来我们共同去看一下 它这个真正的翻译的一个 准确率有多高 好吧 我们可以先从这个语音方面进去翻译 好吧 我下面去说一些 我想说的话 然后大家可以听一下 这个翻译过来的 我喜欢中国 你很棒 确实很棒 确实比市面的up要很棒 好 各位听到了吗 就是整个翻译下来的这一个效果还是蛮不错 那OK 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一下这一个 拍这个照片的翻译是什么样 接下来就开始演示这个产品的这个翻译宝的第二个功能 它的拍照翻译 好 下面这是一个 资料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澄清的一个那个拆单 我们大家接下来我来拍照看一下 好 已拍照完成 现在正在自动翻译过程中 OK 好 这自动切换 然后看到原先的照片 以及翻译之后的一个结果 结果页 好 那刚才已经介绍完我们这款那个神奇的一个产品之后 待会儿也可以再看一下 我们市面上现有的这种up的这种翻译是什么样的 以及它翻译的结果是什么样 好 那我们现在还是中英文的这样一个切换 我喜欢中国 目前 在看 一直反映没有任何结果导向 翻译过程中也是比较缓慢的 我再重新来一次 我喜欢中国 OK 这是我们看到它的这一个语音的这样一个翻译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拍照 好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我们手机上安装up的这一个翻译软件的这样一个 拍照翻译这样一个功能 好 已经拍照完成 制动软翻译过程中 没有准确的把所有的我要翻译的一些内容 准确的翻译出来 那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刚才所用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小玩具 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OK 这是我拍的同样的一个菜单 然后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的一个翻译 而这个 我刚才已经拍过的这个菜单 然后两个不同的产品 一个是我手里的那个小玩具 就是我的翻译宝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平常的手机 然后用的up来进行的翻译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导向 我这个翻译宝所翻译出来的是很准确的 这样的一个全英文的 这样的一个介绍 而我们现在看我手机里面的up 翻译出来的 只是说跟我拍的照片和翻译出来的 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没有整体的把所有的中文 翻译成英文 所以说 待会在未来 如果说还要去中国会关 还是更多的首选这一个 好吧 好